5块钱10个鸡蛋 你应该说10个鸡蛋5块钱 都一样吧 你这个在会做生意的眼里 它绝对不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是老板是吧 你拿着 比如说你有小孩吧 有 你儿子说爸爸 我能不能在学习的时候看电视啊 不能 那肯定你要打他了对吧 他换了个套路 他说爸爸 我能不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学习呢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是吧 你有感觉了吗 有一点点是吧 我再跟你讲 你去过寺庙吗 你碰到一个大师 你说大师 我能不能在念经的时候喝酒啊 那不行的 他肯定说 不要是吧 但你换个台词 你说大师 我能不能在喝酒的时候念经呢 这样可以 他肯定会同意是吧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模型吗 不知道 这个叫语意效应 会做生意的人都会用这一套 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就是语意效应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这个电视你开的是吧 是的 你有员工吧 有 你的员工比方说年终发年终奖 前年发了一万 去年发了五千年终奖 今年可能只有两百了 然后你跟他说小王啊 今年年终奖两百块拿着 他会怎么样 不愿意的 不干了是吧 决不开就走了 那你换个说话方式 你说小王啊 今年公司效益不好 要裁员 他听的会怎么样 害怕 害怕什么 他被裁掉了对吧 然后你要告诉他哎呀 你放心 我们老板还是真的是良心老板 他抵要了两套房 贷款贷出来了 你今年还有两百块钱年终奖啊 那肯定不一样了 他就感觉会怎么样 所以说你改变说话的方式 等于改变商业模式 比如说你卖菜吧 你卖的那个青菜 涨了百分之十 那个王大妈过来 你跟他说 哎呀 涨价百分之十了 他今天心里不舒服吧 你跟他前面再换一下说话的方式 你说 这个青菜呢 涨了百分之十 但是作为你是我的老顾客 我们也要感恩于你 我们这样吧 我们帮你承担百分之五 你承担百分之五 可不可以 可以 他就觉得能接受了对吗 所以我们做生意啊 一定要改变说话的顺序 这叫语意效应 我这样你听懂吗 所以你这个五块钱十个鸡蛋啊 还是十块钱五个鸡蛋 你选哪一个 你选不出来啊 选不出来 你选哪一个 十个鸡蛋五块钱 评论区可以告诉我 你选哪一个 好吧 好吧